湖南省省会长沙是中国南方的名城 拥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遗憾的是 二战期间 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地面的所有古建筑 但是在长沙城的地下 仍旧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建筑 长沙是东郊的这两座土丘 因为外形很像马的安曲 所以被当地人叫做马鞍堆 后来俄传为马王堆 而一本《地方志》有记载说 马王堆是五代石国时 楚王马阴的家族墓地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7年年底 当地驻军想利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 建设一座地下医院 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 总是遇到奇怪的塌方 工人用钢签对地下进行钻探 忽然从钻孔里冒出了呛人的气体 有人用火点了一下 马上出现了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 最早接到消息的湖南省博物馆的侯良先生 马上意识到 人们遇到了一座古代的墓葬 湖南土画把这样的墓叫火坑墓 据说里面的东西一般保存的比较好 但是当猴良赶到时 火焰喷出已经三天了 当时我跑到门正部去 接了一个小的氧气袋 我想换一点 但是这个气已经跑了三天了 三天嘛 我到你到好多屋 我去了几乎十几个人在里面到 最后我就关了 那个气袍很小了已经 气袍啊 跑跑跑这样的 关半天了 关一点 但是天鹤了 可我就没有关了 但是到后来整个科研中间 就缺少了这个东西 究竟这枯体是什么东西 这气体啊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缺患 1972年1月 考古队正式对神秘的墓葬 进行科学挖掘 推土机清理掉一部分风土后 露出了墓口 显示出这个墓葬 南北长20米 东西长17米 是个大型的古代墓葬 进一步的清理 必须依靠人工进行 在湿润多余的长沙 挖掘非常艰难的推进展 当人们怀着期待的心情 坚持繁重的工作时 一个坏消息传来 发现了一个圆形的倒洞 倒洞笔直地朝着墓葬的下方插去 总是跟着考古队 没完没了 每天我在那挑土拨 一看到那个倒洞 都合合地 大概是土里边有这个铁框吧 睡一种合合地 像那烟熊天 哎呀我是这家伙 咱们听着老民在这挖 到最后挖个恐怖啊 一直向下延伸了17米 倒洞终于消失了 就在这时 人们挖到了一种黏糊糊的泥土 它的俗名叫白糕泥 在中国的南方墓葬中 白糕泥常常用来保护墓葬 据说具有很好的封闭性 这时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发掘工地上发生了 忽然有工人说 他在白糕泥中 挖出了绿色的树叶 周围的人不敢相信 这是古时候的树叶 说一定是刚从树上掉下来的 难道真的是古代的树叶吗 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 在随后的发掘中 人们又在填土中 陆续发现了翠绿的树枝 和黄绿色的竹框 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 人们预感到 这个墓葬一定还会有 更多的惊喜出现 白糕泥的下面是一层浩浩的黑色木炭 装满了整整四卡车 估计超过五千公斤 把那木大别根都搞完以后 上边是一张很大的族席 当时把席子解开以后 碰到这 大家吃惊了 我们有些老公人他解放钱 他挖了几十年了 挖了一辈子没见过 保护这么好 因为他这墓 拭目就空 都被盗了 解放钱都被盗掉了 这是一个方形的木 深二十米 从上到下逐渐缩小 像漏斗的模样 漏斗的底部摆放着四米多长 一点五米高的果实 面对如此罕见的巨大果实 连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 都感到惊讶 果实由数十块整木制作的果板拼合而成 有的果板重达一千多斤 果实的超大体积 也给人们带来了麻烦 直接从木坑中移出果实的可能性不大 人们只好想办法在木中 先揭开后实的果板 果板一揭开 人们就意识到 几个月的付出没有白费 这是一个丰富的地下宝库 中央是巨大的棺材 四边的边箱里填满了五光石色的珍宝 在淤泥的覆盖下 每件物品都像是新做成的一样 就在考古队员小心翼翼提取文物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出现了 在冬面的边箱里发现了这个漂亮的漆器 打开盖子 在场的人都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最容易腐烂的东西保存的如此完好呢 又是什么原因让神奇的景象转瞬即逝 这时的人们还来不及思索这些令人费解的谜团 琳琅满目的文物源源不断地被去除墓坑 最后只剩下墓主人的栖身之所了 当挖掘一开始 对墓主人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猜测 但是都找不到确切的证据 这里面究竟藏着一位什么样的人物 在这个埋藏有千年不朽的藕片 树叶 以及色泽如新的隋葬七七的巨型墓葬中 还会出现什么令人惊异的景象呢 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开关的一刻 开关的过程再次出乎人们的意料 庞大的棺材竟然套装有四层 最里面才是安放墓主人遗体的内观 灌盖上覆盖着一块T形的神秘薄画 这幅长达两米并且完好无损的巨幅薄画 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 薄画上复杂的形象 透露了墓主人什么样的内心隐秘 它又为什么放置在最靠近墓主人的内观上呢 此时还无法细究这些问题 人们决定先在墓坑里打开内观 内观打开 人们看到的是一团裹得严严实实的丝绸物 神秘的墓主人还是没有露面 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 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墓主人连同棺材完整地取回了博物馆 庞大的四层棺材都用上好的天然木料打造 一共使用了七十块木板 所有的棺材全部是靠着能工巧匠的技艺 用毛笋的办法拼接起来的 最外面是庄重的黑漆塑冠 通体涂满黑色的漆 没有丝毫装饰 第二层是黑地彩绘器官 黑色的底子上 用金黄色绘出复杂多变的云气纹 纹路间穿插着一百一十一个怪兽或者神仙 图案想象力丰富 线条粗广 洋溢着远古时代的神秘气息 第三层是朱地彩绘器官 红色的底子上用绿色褐色黄色等各种颜色描绘出许多代表祥瑞的图案 一共画了六条龙 三只虎 三只鹿 一只凤和一个仙人 和外面的棺材相比 这个棺材显得富丽堂皇 最里面的内棺 棺身涂满黑漆 外面用薄和绣锦装饰 考古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修饰的棺材 要见到牧主人的面目 必须先揭开裹在外面的丝绸物品 他身上盖了两层那个等于是被子一样的 非常漂亮 非常炫艳的 那像新的一样的 哎呀 大家可吃惊的 因为我们刚才我讲到北京的网续的 他是专门研究古代丝绸的 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两千多年这么好的丝绸 他也高兴极了 但是他下手去揭露 还是一揭揭不开 像豆腐一样的 看着好看 但是他已经有点绣了 为了剥开主人身上的丝织品 又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时间 牧主人的身上裹了二十层衣物 有丝绸 麻织品 春夏秋冬的衣服几乎都俱全了 在接衣物的过程中 人们闻到一股强烈的酸臭气 如果尸体早已完全腐烂 怎么还会有这种气味呢 难道真的会出现奇迹吗 交集的人们在等待着答案 这会儿已经到后半夜了 已经从十点钟出来到这会儿忙到了 后半夜大概有三点钟了 切来切去 切来切去 最后就切到一层麻布的上头 再麻布再下去 就到了 我拿手一摸就觉得有点软软的了 牧主人终于露出了面容 所有在场的人们都目瞪口呆 女师经过防腐处理后被送到了湖南省医学院 它不像一具骨湖 皮肤仍旧是淡黄色的 按下去甚至还有些弹性 部分关节能够活动 注射防腐剂时 软组织随时鼓起 以后逐渐扩散 和新鲜事体十分相似 这不仅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 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从此 马王对女师的不朽 成为人们不停追寻的疑问 他们曾败将称侯 黄袍加身 却终究要魂归地下 入土为安 辉煌一声 他们无法割舍的 是那金鸾宝座千秋伟业 还是奇珍异宝天下财富 是那金鸽铁马战场荣耀 还是歌舞乐运闲情义趣 敬请收看华夏传奇系列节目 《地下的王侯》 这时 墓葬的发掘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但是女师的身份依然是一个谜团 在文物的清理过程中 人们发现了一枚印章 上面刻着《窃心锥》几个字 说明牧主人的名字叫心锥 另外 在一些随葬器物上 印有代侯加成和代侯家的字样 根据史书记载 代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个侯爵 曾在长沙国担任丞相 由此基本确定 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初期 地方治理 关于五代十国楚王马阴墓的说法是错误的 那么墓主人难道真是代侯的妻子吗 代侯只是一个为此一般的小侯爵 享有丰户七百户 而墓地的豪华程度 怎么看也不像属于一个小侯爵的夫人 presente 点厉害 这种状传电视 英风 中国的 Banan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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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剖显示 女师生前患有多种疾病 观心病 多发性胆识症 日本血腥虫病 第四五腰椎肩盘拖出或变形 右臂骨折等等 五十岁左右死亡 尸体光滑的皮肤说明 他并没有忍受长久疾病的折磨 而属于猝死 这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他会不会是自杀的 如果说有致敬的话 他这个颈部的骨头都可以断的 那你做检查时都可以看得见 X双照片也看得见了 所以你那个疑痕骂太重的时候 他这骨头颈部的骨头都会断的 那没有这样的迹象 医学家在颅骨里发现了骨的残留 难道它死于处心积虑的谋杀 可是科学家认为 这些微量的骨还不至于导致人的死亡 西汉贵族流行服用所谓的仙丹 仙丹其实都是用天然矿物炼制而成 含有微量的骨 对身体有害无益 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人们在女尸的胃肠中 发现了138粒半还没有消化的甜瓜瓜子 也就是说 在死亡前不到一天的时间里 他曾经吃了大量的甜瓜 他一定是个喜好甜食的贪嘴的女人 贪嘴能治人死命吗 人们想到在墓中还发现了不少动物的骨骼 有兽类 禽类和鱼类 它们大部分都是女主人的食物 心椎一定是个十分讲究吃喝的人 水藏品里面很多种动物性的食物它都有 可见当时的营养是太过剩了 是很容易得到关心菌的 医生再次仔细检查了心椎的生理状况 发现他患有胆结石 一块石头就堵在12只肠口 使用太多甜瓜会引起胆脚痛 而心椎同时还患有严重的关心病 70%的主动脉堵塞 医生推断 心椎死于胆脚痛诱发的关心病 在古代埃及 人们曾经成功地保存了法老的尸体 做成了不朽的木乃伊 然而木乃伊只是一具干枯的外壳 在马王堆之前 人们还没有发现过 保存如此完好的石石 后来同类的古石 便被称为马王堆石 直到今天 人们还在不懈地谈求 马王堆女士的不朽之谜 但没有一种解释 能让人完全信服 没 궁금 ? 明镜与点点栏目